这是郑州大玉米的原形 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 可你已经站立了一千五百年了 北魏宣武帝圆克 在松山脚下建立起行功 同时也有了你 那时你是何其的风光 在层林演应的千尖殿堂间 第一眼就能看到你动人的弧线 和秀丽的轮廓 你有秘延十五层 竹层向内收敛 各眼口又向内凹出不一样的曲线 在巍峨的松山衬托下 向上而生 划破天际 额外的饱满人间 之后这里被封为皇家寺院 名叫贤居寺 随文帝阳间将寺名改为松岳寺 所以你就被我们叫做松岳寺塔了 你还记得唐高宗和武则天 游历松山住在这里时 对你讲了些什么吗 唐代之后经历了太多战火与天灾 那些电雨化作了瓦砾尘烟 可由青砖黄泥砌住的泥 却顽强地活了下来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 同体中空结构建筑 中国最早的砖塔 最早的密岩塔 十二边形古塔的污本 你在被建筑大师梁思成看过之后 便被建筑学界奉为圣塔了 你知道吗 你有座叫做大玉米的化身 就在郑州CBD 就连上海经贸大厦 也披着你的影子